擊敗奧巴馬 特朗普首次當選美國人最崇拜男士 最美第一夫人從未上雜誌封面 支持者批美國傳媒 博士主播講到拜登家族腐敗時 節目被忽然中斷 歐洲反共情緒蔓延 習近平曾遭馬克龍當年頂撞 日媒披露 王毅言辭態度 令姦二位忍無可忍 獨家 習光斗波及香港 中共索取匯豐銀行信息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12月31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根據美國權威民調機構 丐洛普10月29日發布的一項 傳統民調顯示 美國總統特朗普 獲得今年美國最受崇拜的男士稱號 將連續12年 禪聯冠軍的前總統奧巴馬 從第一位寶座推走 根據民調機構拉斯木森報告 公布的另一項最新調查顯示 有72%的共和黨選民認為 共和黨應該更像特朗普般榜樣 而不像普通的共和黨議員般 另外作為第一夫人的梅拉尼亞 就被傳媒輕視 聖誕節期間 特朗普總統再次批評主流媒體是假新聞 12月26日 特朗普在推特上 轉發了Bribert News的一篇報導 該傳媒批評時尚傳媒裡面的精英勢利眼 已經連續四年 不讓美國歷史上最優雅的第一夫人 出現在他們的雜誌封面上 據美媒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 報導 特朗普的支持者注意到並染色 美國報刊上沒有第一夫人的身影 而前總統奧巴馬的妻子米歇爾 做第一夫人時 12次上了雜誌封面 但梅拉尼亞就未能登上這些雜誌封面 美國著名荷里活影星James Woods 在今年2月發推文說 如果你需要進一步的證據 證明自由派主流媒體的無恥偏見 美國歷史上最令人經驗的第一夫人 從未出現在主要時尚雜誌封面 霍氏著名女主播 《瑪麗亞·巴蒂·羅姆》 12月27日播出特輯 講述中共威脅 但當播到拜登家族和中共的關聯時 她的節目忽然被中斷 《瑪麗亞》在節目的開始說 對我們很多人來說 2020年是艱難而悲傷的一年 但亦是令到很多人覺醒的一年 因為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 對美國自由最嚴重的威脅 以及中共要成為世界第一個超級強權的計劃 她表示 2020年的中國病毒和中共對病毒的處理方式 換醒了我們 因為這個嚴重影響到我們民族的根基 美國總統大選 之後 馬利亞播放了對特朗普總統和幾位重量級議員的採訪 其中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及政府事務委員會主席 約翰遜 在授訪中 講述拜登家族和中共的聯繫 以及對亨特腐敗問題的調查 約翰遜說 我的問題是 為何沒有早點調查她 他們是否因為亨特拜登的姓氏而調查她呢 我們難道有兩種司法制度? 但約翰遜的話 都未說完 節目忽然被中斷 轉入垃圾維爾爆炸事件中 對六位警察的表彰會 鏘向保守派的霍士電視 曾經有很高的收視率 但在大選期間 霍士的報導 令很多保守派觀眾非常失望甚至憤怒 紛紛離開霍士 導致她的收視率急劇下降 雖然左派壓制亨特電郵門醜聞 但要求徹查的聲音一直不斷 12月28日 阿里桑拿州聯邦眾議員 萊斯科表示 他支持任命特別檢察官 對亨特拜登展開調查 幾個月以來 眾議院民主黨議員 比格斯一直呼籲任命特別檢察官 來調查拜登家族的腐敗問題 28日 他再次發佈相關推文 推文說 美國人必須得到保證 我們擁有正義 任何人都需要為腐敗和不法行為 承擔責任 萊斯科在當日轉化了這條推文 並且寫著 我加入比格斯 要求一名特別檢察官 去調查亨特拜登 我已經自信司法部長 要求他這樣做 亨特有著複雜的國際商業交易網絡 根據今年10月 紐約郵報披露的電郵和短訊 亨特拜登在中國烏克蘭利用他父親身為美國副總統的身份 進行不正當商業交易 並且直接從中共軍方和情報部門控制的企業獲取大量利益 11月底 傳媒研究中心MRC 公布一項針對關鍵州拜登支持者的民調顯示 有將近一半 即45.1%的受訪者 在大選前 沒有聽過關於亨特醜聞的任何傳媒報導 有9.4%的受訪者表示 如果知道亨特和中共 烏克蘭、俄羅斯之間的不法交易 會改變投票決定 另外公開亨特拜登硬碟數據的電腦維修店店主 艾薩克 目前正準備控訴Twitter誹謗 並要求賠償5億美元 艾薩克在訴訟中說 Twitter公司向全世界宣布 他Mag Isaac是一名黑客 在Twitter限制相關消息後 他被廣泛認為是一名黑客 他個人受到威脅 企業也受到負面評價和威脅 訴訟指Twitter的行為具有惡意 聲稱 艾薩克入侵了似乎屬於亨特拜登的手提電腦 艾薩克訴訟要求Twitter公開撤回 他是黑客的說法 並要求5億美元的賠償 中共近幾年 四面出擊的戰狼外交 最終挑起了歐洲的反共情緒 《華爾街日報》日前披露 習近平去年訪問法國的時候 曾遭到法國總統馬克龍當面頂撞 直言中共是對手 《華爾街日報》在10月28日的報導中 詳細介紹了歐洲對中共態度轉向 並向華府強硬對中路線靠攏 文章披露了2019年3月 習近平在法國巴黎會見法國總統馬克龍 德國總理馬克爾 以及時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容赫的一些內幕 據一名在場官員透露 在用香檳敬酒後 習近平開始向三位領導人施壓 說歐盟最近有一份政策文件 將中共定性為系統性的競爭對手 Systematic Rival 這個說是否當真 當時一向持親共立場的 馬克爾 圓滑地說 這是對中共實力和影響力的一種承認 容赫就開幻笑說 歐盟在怎樣看待中共的問題上 沒有達成共識 但馬克龍就直言不畏地說 沒錯 你們是對手 幾個禮拜後 法國派遣一艘軍艦穿越台灣海峽 挑戰北京 中共當局對此表示不滿 文章指出 習近平掌權之初 多數歐洲領導人 將中國視為拓展市場的機會 但在短短幾年之內 他們對北京的看法發生了巨變 尤其是捷克和瑞典等歐洲小國 中共外交官的粗暴行為 激起了這些國家的不滿 而商業領袖們 也擔心與中國公司的不公平競爭 皮尤研究中心10月的一項調查發現 幾乎所有受訪國家 對習近平的不信任感都達到了高點 文章指 捷克和瑞典等小國強硬反擊中共 迫使大國挺直腰骨 與美國一起對抗中共 中共曾經威脅 阻擾捷克前參議院議長 阿加諾訪台 阿加諾今年1月 因心臟病出世 訪台未能成行 中共阻擾阿加諾訪台被曝光後 激起捷克政界憤怒 參議院議長為特齊 不理會中共的威脅 在今年8月底 率領捷克政商學界共90人訪問台灣 並且台灣立法院發表演說 文章引述匿名官員的說法 中共駐捷克大使 張健敏曾經去電表達不滿 一名捷克官員 直接把電話筒放在桌上 毫不理會張健敏的抱怨 瑞典也對中共態度強硬 在今年4月關閉了境內所有的孔子學院 隨著中共對香港的打壓加劇 歐盟國家一致支持美國制裁中共 賣出了曾經不可想像的一步 英國和法國已經削弱了華為在歐洲的競爭能力 歐盟也批准了制裁措施 終止對香港的引渡和從香港引渡 雖然德國仍然沒有行動 但是關於歐洲對中共依賴性的爭論 也越來越激烈 有頭號戰狼之稱的中共外交部長王毅 曾經令日本首相菅義偉隱無可忍 據日本共同社 10月28日報道 菅義偉首相11月25日 在首相官邸和王毅的會談裡 王毅強硬地表示 說釣魚台是中國領土 並強調外國不應該插嘴香港事務 報導說針對王毅的說詞 菅義偉一度有些焦躁 回應指 沖繩縣、尖角豬島 中文名叫做釣魚台 是日本固有領土 日本對香港局勢都十分關切 報導說 這是菅義偉對王毅隱無可忍的瞬間 但同時菅義偉身邊人士介紹說 在經濟上 為了維繫與中國的緊密關係 菅義偉也不得不顧及到對方的想法 菅義偉的對華外交政策被指陷入兩難 香港一直是中共內戰的延伸戰場 近日大紀元獲得中共內部文件披露 江澤民長至江綿恆的親信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前副總經理 冷榮泉落馬之後 中共曾向匯豐銀行 索取冷榮泉等人的帳戶信息 並去香港調查取證 冷當年落馬也被認為是與習江鬥有關 12月30日 大紀元獲得保定市政府 2016年10月19日的 關於附軍街同志 率保定市檢察院代表團 出訪香港的請示文件 文件透露了保定市政府派遣以附軍街為團長的保定市檢察院代表團 一行三人 在2016年的10月到11月期間 去香港調查落馬官員 冷榮泉 該次出訪的主要任務 是對冷榮泉案 涉及香港的部分進行調查取證 目的地是香港匯豐銀行 文件市路調查的內容有 一、調取冷榮泉在香港匯豐銀行的開戶資料和帳戶流水 以及卡號 二、調取冷高榮在香港匯豐銀行的開戶資料和帳戶流水 三、調取環球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在香港匯豐銀行的開戶資料和帳戶流水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這些文件說明了一個問題 至少從2016年開始 中共就能夠直接去香港調查中共官員 在英資銀行的帳戶和流水資料 此前這種做法在外界報導上較少見到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此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我是雪兒 明天見 數字幕麵 三、四、六、五、三、三、三 踏 interest 五、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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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五、六、六、六、一、三、二、六、八、五、五、六、六 二、四、七、六、六、八、六、六